千万别给我差评 我马上到了 谢谢啊 喂莉莉 我到电梯里了 别急我等你 你好 那个我马上超时了 你能不能 你超时不会走楼梯啊 关我屁事 警方铃都响了 你要是不进来就出去吧 你又装什么好人 关你屁事 你 今天的外卖怎么那么慢 这算什么 我的外卖都半天了还没到 再不到我就给它差评了 张小姐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外卖单上不是写着你的名字吗 现在你知道外卖 为什么这么慢了吧 张小姐是吧 这是你的外卖 我点的明明是麻辣烫 现在变成麻辣香锅了 谁吃啊 呦 现在送外卖的 都能带那么名贵的手表了 呦 这么点工资带这种表 肯定表也是来路不明的 你这个人早上是用厕所水树的口吧 人看着光鲜亮丽 一张嘴却满口恶臭 你 没事 没事 怎么 敢做不敢当啊 能进我们这栋楼都是我们这种企业精英 像你这个送外卖的金电梯算个什么 就是 别以为大块表就可以山基辨凤了 你还不配 我看有些人才是吧 戴着有色眼镜看人 戴着装什么装呢 你 别理他 咱们今天有大项目要谈呢 好几十个亿的项目呢 谈成了 咱们这辈子都不用愁了 也是 他们这种人哪能跟我们比 果然是大公司 气派就是不一样 对啊对啊 路不明 哟 真是冤家路仔呢 你来这干嘛 大民兵呢 快来 你们的如意算盆是打不响了 你 你以为你自己是谁 我可以决定你们谈不谈得成这个项目 你 你是谁 我觉得呢 路总 王总 这个项目我决定跟你们合作 你是这的老板 你不是外卖小哥吗 王姐 知名考到哪个大学啊 别提了 落榜了 平时学习不刻 不务正业 自明 又在搞什么 在看投稳之地 哇 这车也太扑了 看 就总是搞这些稀稀古怪的东西 所以才倒着高考落榜的 没事王姐 高考不是唯一的出路 试着挖掘他前上的前楼 诶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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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边 我虽然落榜 但我以后要成为滑板界的乔丹 加油 加油 我以后要成为说上界的王 你能知名 我的梦想是 有一辆自己设计的车 下次约 好 先走了 知名 其实高考不是唯一的出路 只要你有自己的梦想 也能实现自身价值 可是我妈很反对我做这个 她一心想我考上理想的大学 将来做一份稳定的工作 我相信 只要在你感兴趣的领域做出成绩来 你妈妈会对你光目相看的 可是我已经失去动力了 别灰心 跟我到一个地方去 电玩小子改装车 太酷了吧 她以满板7号电缆小子为敏感 并进行物形象的外观设计 非常有个性且逃顾 设计这个车的人简直是我的偶像 我也想设计一部属于自己的车 你可以的 相信自己 小明落榜 以后都不知道怎么办 果然把致命平时的创业设计 拿去了公司汽车创业部 她被录去实习了 真的吗 谢谢小泉姐姐 你呀 你还是得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那么 我能去吗 嗯 可以 谢谢猫 高考不是纹路的出路 只要有梦想 你也能实现自身的价值 哈喽 今天我们来 你为什么要偷拍我 叔叔 我只是在自拍 管你偷拍是自拍 拍到了我 就侵犯了我的校长船 你就要赔钱给我 哈 一万 一万 叔叔 我真的没有拍到你 不信你看 我不管 我不管这里面 这里面都不 我不管 我不管 叔叔 看来 你就有私任务了 哈哈 笑到 叔叔 真的不是故意拍你 而且你看 我只是不小心拍到你衣服的一脚 肠定是趁我刚才不注意的时候 把拍到我的偷偷给删掉了 不是 你看 证据在这呢 我要你证据 证据 哈哈 哎呀 你人老了 我多说了 行 手机我也不要了 算我倒霉 哎 张总 没天底了 网红臭牌我这个老人家了 我儿子可是报社主编 专门曝光你们这身网红的 嗯 大叔 你这钱赚得还挺开心的嘛 这有钱人了 都是没良心的 让他们分点钱给我 那是应该的 这种不义之财啊 当心用了会折售 哎 怎么说话的你 信不信我现在就躺在地上 我儿是你 我儿子是叫传机的 哼 哈哈哈哈哈哈 通知我了 大叔 你该不会吃了桌上那包过气饼干吧 肯定是你 把过气的饼干放在桌上来整我的 我可没有让你吃啊 我不管 反正没有失望 我就不走了 你这个人偷吃带额钱 你也太过分了吧 还真当自己是祖宗啊 我可是老人了 你们这些小兔崽子 可都顺着我 路纳 是时候了 哈哈哈哈 恶人身有恶人魔 哈哈哈哈 哎呀 儿子你回来了 拿来 就这么点 这些都不够我玩一碗上 你肯定还藏了钱 哎呀 乖儿子啊 爸的棺材本都给你拿去了 你也该找份工作了 工作 什么工作 你把我生下来你就要养我 爸实在是没有钱了 没有钱 喂 保险公司吗 帮我爸买一份五百万的意外 啊 交出了 给 好像多给了五百 不用找了 我有钱 最近 怎么都没有看到叔叔呀 爸 他去爬山去了 那没什么事就像这样了 天哪 他这个房间来放这书是你 老板娘一瓶水沾你了 好嘞 哎抓小偷啊抓小偷啊 还想跑 我赶紧报警 不要报警 姐姐不要报警 我不是 坏人 可以告诉我 你为什么偷东西吗 爷爷 他喜欢吃这个 姐姐不给他 我又没钱 你住在哪里啊 我送你回去好不好 听风大厦 是我们那里的住客 走吧 房东 你又不听话跑出去惹事了是不是 原来他是你弟弟 是啊 他出事后 我就把他们都进来陈丽照顾了 你也不容易啊 房东 谢谢你把他送回来 进来坐会儿吧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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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招呼一下房东 我继续炒菜了 你又犯了什么事啊 我 我不敢修 小问题 就是想给你买点好吃的 但是找不到回家的路 傻孩子 这两个人真不让人省心 一个就老犯事 一个又不听话 都说了不能吃油腻的东西 今天吃酥的能受得了吗 你自己身体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 姐姐不要叫爷爷 不要叫爷爷 爷爷 您又得自己注意身体 他照顾你们俩不容易 房东 不介意的话一起吃饭吧 这确实有点酥啊 别见怪 家里老人要照顾 没关系 我有办法 我亲自下厨 给你们加加菜 好热好热 你要做烤鱼啊 不行 太油腻了 不健康 这个你不用担心 我用的是欧里威兰特级出炸橄榄油 这款油特别适合给爷爷炒菜 首先它的表面含油率很低 就算是油炸也不会太油腻 而且它的橄榄多酚很丰富 很健康 哇 鱼的腥味好像被遮住了 菜色看起来也很亮 我之前怎么就没想到呢 欧里威兰的这款橄榄油 烟点大概在197度左右 非常适合热烹 你就放心用它做菜给爷爷吃 爷爷 你最爱吃的 好吃 好吃 真的 你们没办法 哇 真的好香呀 一点也不腻 用的这个欧里威兰特级出炸橄榄油 是米其林指南官方合作伙伴 自带淡淡的青果香气会腻 爷爷 你怎么哭了 傻孩子 你什么都忘了 还惦记着我喜欢吃什么 小华 我知道你为我们是突然做的 对不起 哎呀 都是一家人 说什么对不起啊 小华 好好工作 我也会多来看看他们的 房东 你真好 你这种情况 我就给你免费一年房租吧 太感谢你了 我会努力熬过去的 一家人 必须要成长机器 鬍费一年房租 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